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您是否注意到,我们身边受忧郁症困扰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多, 忧郁症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不得不要关心的议题。 《忧郁症重生之歌》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资商师爱德华·威尔切所写,中文版由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出版。 第24章 做好心理准备 忧郁症有高低起伏,它可能一时来势汹汹,继而逐渐消退,有时经久顽强,继而销声匿迹,不再复发。 当忧郁症稍有缓和之态,它叙事再发的可能性,不免让经历过的人胆颤心惊。 就像其他苦难一样,忧郁症很难预料。 即使它经常无预警发生,有些事情还是可以预先做好准备。 准备接收警讯 要倾听忧郁症的一个原因是,你会发现,忧郁症有其来龙去脉。 忧郁症发作通常有理可循,如果你回溯自己的历史,你会发觉早期的警讯,以生理上的警讯而言,可能会疲倦,睡眠习惯改变,以及丧失食欲。 色彩看起来不再如以前那般鲜明,对从前喜爱的人与世,反应也大不相同。 从灵命上看,你或许会意识到怒气、寂寞,或是在想起那位神圣而慈爱的上帝凡事掌权时,心中缺少慰藉。 请牢记这一点,如果忧郁症释出早期警讯,通常会有警讯,你要全副武装备战,全心全意应战,寻求外援,强迫自己读经,强迫自己接受上帝大有盼望的话语。 要谨慎,不要自怜,不要抱怨与心怀不满,心中要常怀实价的救恩。 如果你任凭忧郁症泛滥,很快就会失去朝气而投降。 然而,只要你有耐心,也会发现自己比所想的更有办法避开忧郁症最坏的状况。 准备接受上帝的教导,自我成长。 一位容易情绪抑郁的40岁男士,渐渐注意到自己的忧郁症越来越恶化。 上帝这次会教导我哪些功课呢? 他竟然期待自己在上帝的教室中所要学习的功课。 如果你有心受教,你可以期待忧郁症成为你的好老师。 这不表示你得自找麻烦,受忧郁症困扰。 当然,也不表示你不该试图减轻忧郁症的痛苦。 然而,多数愿意接受苦难教导的人,当他们回顾既往,都会由衷地感到庆幸。 那些受慢性病之苦的人也可以作为见证。 健康是世上仅次于疾病的最佳事物。 真的,明白上帝会借着肉体的软弱教导我们。 并且相信,除了这种经验,某些祝福是无法经由其他形式赐语的。 我觉得,要是错过了我已通过的肉体折磨,那才真是大不幸。 经过三年日本战俘集中营的岁月, 一位在集中营中找到耶稣基督的英国军官, 说出只有基督徒才会说出的话。 他说,我,一切都过去了。 过去没有什么好令人留恋的, 的确,过去几年的日子很难熬。 然而,我从中学习到很多在大学及其他地方无法学会的事情。 我学到生命中真实的事物, 还学到活着真是很棒的一件事。 苦难不再把我们监禁在自连的牢房里, 而是把我们带到了使怀者, 所谓的批带苦难记号的大团体。 我们仰望实价, 从认识实价的救恩获得力量, 并且发现上帝与我们同在。 虽然这些见解听起来很极端, 但是你在每个教会都会发现类似的见证。 苦难的益处广为人知, 心理自伤师反对滥用药物的一个论点是, 滥用药物来麻痹苦难。 所以有药引者逃避苦难, 无法从经历苦难中深刻学习。 结果这些人显得幼稚而不成熟, 无法塑造品格。 有了耶稣之后, 我们对苦难的想法甚至变得更加极端。 现在我们视苦难如生产之痛, 而不是漫无目的, 随机发生毫无意义的事件。 自从耶稣来到世上之后, 苦难具有救赎的意义, 这是天路历程的一环中最美好的旅程。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罗马书五章三节 苦难是我们的导师, 苦难教导了耶稣, 参考西伯来书五章五节, 苦难也能够调教我们。 然而, 只有当我们真正盯睛在主耶稣身上, 苦难才能真正教导我们。 如果你在苦难中逃避耶稣, 你得有心理准备, 苦难会令我们痛苦。 然而, 当你仰望耶稣, 你就不再孤单, 你会历上加历, 你会转变, 你会说,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既有忧郁症, 我认识上帝, 也认识自己。 缺乏这些认识, 才是一场真正的人生悲剧, 准备为主所用去爱人。 上帝教导的其中一课, 乃是关于爱。 上帝的命令, 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 爱上帝, 爱人, 这是你人生目的的总结。 如果你有一颗乐意的心, 你在爱人的事上, 必会有所长进。 即使自己正处于苦难当中, 我们爱人的时候, 耶稣的光辉就此彰显, 因为这样做太不寻常, 无法不受注目。 当我们在痛苦之中, 通常不会想到别人, 只想找寻解脱之道。 然而, 圣灵让我们更想耶稣, 毋庸置疑, 即使处在巨大的痛苦中, 即使被拒绝, 耶稣仍然深深爱着每个人, 但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你的努力会受到阻拦。 我们处在天堂的笔端, 爱的滋长需要努力。 任何基督荣耀在望之时, 你会发现, 自己心中有一股来自黑暗势力 所缩使的反抗。 这种征战可在许多寻常的反应中看到, 我试过这种方法, 不管用的。 这有什么用? 耶稣办得到, 但我又不是耶稣。 有些人甚至根本不在意, 对爱人的呼召完全无动于衷。 你自己也有一堆借口, 当你计划要效法耶稣牺牲的爱, 要对内心的抗拒, 有心理准备, 这会再次提醒你, 要效法基督, 表示你需要主的灵, 圣灵。 爱人来自呼求耶稣, 我需要你。 而这种爱, 乃出自对耶稣的信号。 当你接受爱人的挑战, 你得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 因为你的爱可能有附加条件。 例如, 如果爱人能够减轻忧郁症, 你就会爱人。 好吧,上帝啊, 我尽到本分了, 现在该你动工了, 或者说, 你爱别人, 是为了让别人也爱你。 如果你的爱出自我们爱, 因他先爱我们以外的道理, 要有心理准备, 你将会大失所望。 如果你想在爱人当中发现喜乐, 那得来自看见自己做出 比减轻忧郁症的痛苦 还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看见上帝的灵 在你的生命中动工。 看见自己属基督的确据, 看见上帝使用你来完成自己的计划, 虽然爱人的命令看似简单, 爱人却非我们的天性, 特别是当我们的内心感到空虚的时候, 你要有心理准备, 去面对生命中不自然的景况, 要有心理准备, 去成为万王之王的爱的使者, 要有忧郁症是至轻至赞的准备。 使徒保罗所写过最亲密的一封书信, 是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 保罗多数的书信都在探讨福音的本质, 没有太多个人色彩, 但是在哥林多的教会, 他遭受攻迁。 假教师说保罗没有资格带着全名 传讲上帝的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 保罗提到很多自己的个人背景, 为了建立自己使徒的威信, 保罗特别强调, 他为基督的福音遭受过 极大的痛苦与磨难。 他所受的苦难如此严峻, 险些无法活命。 参考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苦难袭击, 参考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他四面受敌, 心里作难, 受迫害, 被打倒。 参考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九节, 他被棍打过三次, 被鞭打过五次, 每次四十下。 参考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他被监禁, 成为引发骚动的焦点人物。 参考哥林多后书六章五节, 他被群众丢石头, 遭弃止而等死。 参考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五节, 他经常挨饿也少睡。 参考哥林多后书六章五节, 他发生过三次船难, 有一次还在海上漂流一昼夜。 参考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五节, 他有难遇的故技。 参考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 我要讲的是, 当保罗谈到苦难, 他有公信力。 有些人可能会说, 对, 耶稣蒙受苦难, 但因为他是上帝, 所以他有办法处理。 这当然是故意拒耶稣 于千里之外的推托之词, 是自怜自哀的合理化行为。 拿这个借口来堂塞保罗, 是行不通的。 保罗就像我们一样, 是平凡人, 而他所承受的苦难, 却比我们任何人都要悲惨。 了解这些之后, 让我们来思考保罗对自己生命所做出的评价。 所以, 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死一天,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 保罗宣布自己的苦难是至轻至赞的, 而他当时仍在受苦当中, 想象一个衬子, 一个老式的衬子, 衬子一端是已知重量的衬佗, 带衬的物品则放到衬的另一端。 如果衬佗的重量无期, 当衬干两端持平时, 你就知道代称物品的重量。 保罗所说的是, 的确, 苦难就像千斤重担压在身上。 然而, 他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恩典, 其分量更胜苦难。 他所领受的不仅足以平衡苦难的分量, 两相比较, 甚至让苦难显得轻盛短暂。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也有点夸张, 但是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小孩子跌倒, 膝盖挫伤, 但是当你给他一根棒棒糖, 哭声立即停止, 伤口的疼痛还在, 但是棒棒糖带来的喜悦强过了疼痛。 另一个更美的场景是, 孩子跌伤了膝盖, 但是妈妈一拥他入怀, 哭声就停止了。 疼痛仍未停止, 但是这个孩子拥有更为美好的事物了。 一位女士因为公司裁员而丢了工作, 五分钟后, 她被临近公司以更高的薪资雇佣。 我们都曾有过坏事被另一件更棒的事情胜过的经验, 要让保罗能够对抗苦难的重压, 他需要非比寻常的事物。 而他在耶稣身上找到这个秘诀, 光凭这点就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这就好像遇见一位得过严重忧郁症的人, 他告诉你, 我克服了忧郁症, 我比以前的情况更好, 你也能办得到。 即使不知道这个人是如何办到的, 你也会受到鼓舞, 因为这是办得到的。 保罗乐于和你分享他的秘诀, 他清楚地指出, 无论你是谁, 年龄多大, 病得多重, 伤害有多深, 依靠耶稣这个秘诀, 人人可得。 你觉得上帝很吝啬吗? 对, 你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保罗提醒你, 上帝有极大的应许, 这些应许都是肯定的。 参考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上帝会赦免你吗? 会。 上帝绝不会离弃你吗? 是的。 上帝的爱永不止息吗? 是的。 上帝显示无比的耐心吗? 是的。 他会让你成为他的心腹吗? 会的。 你知道自己寻求耶稣时, 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吗? 想想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模样, 他身上带着上帝的荣光, 脸庞还因反射上帝的荣光而发光, 因此必须蒙着帕子, 直到荣光退进。 当保罗说到, 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 既然已经截开, 反映主的荣光, 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 大有荣光。 这是主所做成的, 他就是那灵。 格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新一本, 他指的就是摩西的经历, 这也是为什么保罗的苦难显得 至赞至轻其中部分的原因。 想到自己所领受的鸿恩大爱, 相形之相, 这些痛苦真显得微不足道。 但不只是他所领受的, 还有他即将领受的, 保罗因实价的当下价值而喜乐, 但他也充分明白, 在他眼前不断呈现的苦难于罪, 他特别期待永恒的荣耀, 即将到来的荣光, 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盼望改变一切。 开启重生之路, 忧郁症让你的视野宛如遗管溃天, 但圣经让你得见从创世之初, 以至永恒的远景。 如果你不为圣经勾画在你面前的浩瀚穷仓, 而惊陷赞叹, 请耐心等待, 继续观看, 你将会看见无以伦比的耀眼景象, 你可以以此为目标。 让使徒保罗作为你的眼目, 直到你自己能看到更清楚的那天。 谢谢收听基督使者协会新媒体事工福音资源。 以上是《忧郁症重生之歌》。 本书由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出版, 欢迎打电话800-624-3504订购, 请搜索《使者》杂志,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免费资源。 请搜索《基督使者协会》, 关注我们的YouTube和Facebook账号。 欢迎大家转载并注明出处, 本书文字版权归基督使者协会所有, 语音书版权由基督使者协会与FriendVision。